就在麻政府积极要跟对岸签ECFA之际 到底两岸的企业是如何来看目前的投资环境呢 在富士康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之后 富士康已经大幅加薪了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还打算要回台设厂 不过呢 广大董事长林百里在股东会上却说 鲑鱼回来就会死掉 似乎暗风郭台铭也打了政府一巴掌 还有中国台商说 富士康加薪虽然对其他台商造成压力 不过真要鲑鱼回流 短时间内恐怕还真的是不容易 虽然笑笑地讲 但林百里这话暗讽了 才说要回台设厂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也让希望鲑鱼回流的马政府期待落空 但富士康大幅调心 已经让在中国设厂的企业倍感压力 调整薪水是有这个趋势 我有参考中国的规定 因为参考同业方面的趋势 我们来考虑是否加薪的问题 这一次加薪的幅度来得太大 太快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恰当的 大家的成本提高得太快 竞争率会降低 第一个我就更进去 不然的话你让它缓弹 已经来不及了 但我得到这个消息 我第一个就把员工的薪水提升了 这个骨牌效应 都已经开始在效应了 很大 员工数百人的还不难处理 压力大的是员工上万的台资大厂 政府看准这样的时机 喊话要台商回流 在近两百位台商联谊的会场外 经济部涉贪向台商招手回台 但询问的人屈指可数 外劳为什么不和基本劳工脱钩 新加坡和香港 它的GDP比我们高很多 超过一倍 将近一倍 它的外劳也只有八千块 如果八千块的时候 你说大家不要回来 当初我们是怎么走出去的 现在要再怎么走回来 劳动力的这个问题要解决 即使富士康效应 逼得台商为员工加薪 但中国劳工薪资比起台湾 依旧偏低 政府方式喊话 追求低成本的企业 怎么算都没有归于回流的诱因 你去门中报道